各位,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,自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之后,哪些国家增加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呢? 这个是来自纽约时报的,就看到了,紫色的增加了,橙色的减少了。 战争越大,贸易量越大,中国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,比例不大,不过中国的贸易量就大了。 另外就是土耳其,土耳其增加了一百九十八,一样,贸易量增加了很多,大小也很大。 旁边有一个印度,印度增加的量是三百一十个百分之三倍,但是量就不太多了。 看看哪些国家,我听话了,肯減的了。 減的最多就是英国,英国减了百分之七十九。 旁边的瑞典就减了百分之七十六,这两个就减了最多了。 远一点就有一个美国,美国减了百分之三十五。 南韩就减了百分之七,而最大份那份,对着南韩另一边,就是德国,减了三个百分之三。 只是三个百分之三,不过量大。 这里有另一个表,我看不明白这个表。 430,现在变成310。 报310,即是变化? 第一个百分比代表什么?我不知道。 第二个百分比就是变化。 下面有更加小的图表,我们不看了。 这个人说,这是欧洲那边打仗? 跟亚洲、非洲和南美是没关系的。 说得绝对对。